我上次講了芬蘭之後 柯文哲的小孩子就去芬蘭了 然後莫名其妙說我這樣子是露搜 我要跟大家講一個資訊教育啊 你發在公開貼文的東西 就不是隱私啊 你X的 你自己發開的 他自己公開的 你貼文就開地 我有一堆法盲 跑來跟我嘴炮說什麼 我我露搜柯文哲的兒子 誒 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 我們只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他發了文說我在芬蘭 這是我們知道的事情 對 你怎麼知道他不是在爭友 你怎麼知道他不是在炫富 你憑什麼幫他代言 對啊 我分享的過程 你就看我的文章 我根本沒有一個字在罵他 我也沒有因為他是柯文哲的兒子 所以就指責他怎麼樣 我只講 我今天的節目講芬蘭跟教育 剛好柯文哲的兒子就去芬蘭 我從頭到尾沒有一個字是貶譯 甚至連影射都沒有 我這個人是 你如果要我酸他 要諷刺他 我是有一萬句話可以講 你們仔細回想 我曾幾何時去講過柯富堯的事情 我曾幾何時去說這個人做人怎麼樣 這個人幹嘛 全台灣唯一一個狡過柯富堯 而且是公開的 是柯文哲好不好 柯文哲說我大兒子有亞斯伯格陣 我小時候罵到他都不敢跟我講話 是他爸自己講光我屁事啊 莫名其妙你們要護航民眾黨的sense也好一點 公開貼文哪有揭秘的問題 哪有隱私的問題 我沒有 我跟你講 你的東西如果被我發出來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我偷拍的 比如說王必勝陳時中那種 第二個我到你帳號 第三個我破解你的電腦 對 或第四個你是隱藏的 你是什麼現有的或是幹嘛的 然後我截圖把它公開 這些有道德瑕疵都還不一定犯法 他盜取的那個破解 跟盜章那種有 對 他分享的我分享 我這樣子是什麼 公開貼文 所以我就講小草 必然 就是不會長成大樹 因為草跟樹就是不一樣 又是預言者寧冷的濃固 我上次講了芬蘭之後 柯文哲的小孩子就去芬蘭了 然後莫名其妙說我這樣子是囉嗦 我要跟大家講一個資訊教育 你發在公開貼文的東西 就不是隱私啊 你自己發開的 那個就好像你公布了一個裸照 我們傳播的人是有問題的 裸照有一點太那個 但是是你自己發上網的 就你今天 把家裡地址 拍了一張照片說 我覺得我也很適合當業務 拍了一張照片上傳 然後這個時候如果有人幫你的圖 分享到其他地方寫 看看那什麼鳥樣子 誰要跟你買 這不構成侵權的 這也沒有什麼揭秘的問題 他就分享啊 他自己公開的啊 你貼文就開XXX 有一堆髮盲跑來跟我嘴炮說什麼 我漏搜柯文哲的兒子 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 我們只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他發了文說我在芬蘭 這是我們知道的事情 對 你怎麼知道他不是在爭友 你怎麼知道他不是在炫富 你憑什麼幫他代言 對啊 啊我分享的過程 你就看我的文章 我根本沒有一個字在罵他 我也沒有因為他是柯文哲的兒子 所以就指責他怎麼樣 我只講 我今天的節目講芬蘭跟教育 剛好柯文哲的兒子就去芬蘭 我從頭到尾沒有一個字是貶譯 甚至連影射都沒有 我這個人是 你如果要我酸他 要諷刺他 我是有一萬句話可以講 你們仔細回想 我曾幾何時去講過柯富瑤的事情 我曾幾何時去說這個人做人怎麼樣 這個人幹嘛 全台灣唯一一個狡過柯富瑤 而且是公開的 是柯文哲好不好 柯文哲說我大兒子有亞斯伯 柯格陣 我小時候罵到他都不敢跟我講話 這是他爸自己講光我批示啊 莫名其妙 你們要護航民眾黨的sense也好一點 公開貼文哪有揭秘的問題 哪有隱私的問題 我跟你講 你的東西如果被我發出來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我偷拍的 比如說王畢勝陳時中那種 第二個我到你帳號 第三個我破解你的電腦 對 或第四個你是隱藏的 你是什麼現有的或是幹嘛的 然後我截圖把它公開 這些有道德瑕疵 都還不一定犯法 他盜取的那個破解 跟盜仗那種有 對 他分享的我分享 我這樣子是什麼 公開貼文 所以我就講小草 必然 就是不會長成大樹 因為草跟樹就是不一樣 我們講四五五思 總之要講這些社會弱勢的話 我們應該要講 在台灣 至少在我們那一屆的立委任內 我們討論的是什麼 叫做社會安全網 對 可是社會安全網 某種程度後來被污名化 再加上 大家要討論的那個 就是 我覺得他沒有形成一個很好的討論效應 我們發生過幾件事情 你回顧今年 從去年到現在 我們有NN案 有 通報的問題 我們不是為了吵政治 很多人都誤會說 政治人物為了打侯友宜選總統 所以把NN案拿回炒作 沒有那麼無聊 就 你社會局老實講 你消防局公佈錄音 哪裡有錯道歉修改不就好了 要避免以後要發 不會再發生 對嘛 可是他們的第一時間反應都是 你們要攻擊我 所以我要先自保 錄音帶藏起來 不公布 時間 亂講 拼湊故事 就不是現實 然後最後再派 林涛啊 葉元智那些來圓 一個 根本不是事實的謊 後來又發生什麼 保齡茶室 食物中毒事件 其實要歸掉嘛 是人 後來有保姆凌虐 這個跟台北市社會局發照 不知道是社會局還教育局管的啦 保姆發照的問題 其實就是檢討嘛 我們講的都是檢討 可是每一次在講這些事情的時候 都會 坦白講啦 我如果是被檢討的人 我也把它丟成政治責任這樣子 就反正就 對嘛 我就說這個都是民進黨人在罵我嘛 所以罵我的都是民進黨 大家就不罵了 我就不用負責了 對啊 或者是 因為我是國民黨才罵我 所以國民黨人就挺我了嘛 把事情簡化最簡單的就是 把社會問題的討論 當作是政治攻擊 像我現在討論的是社會問題啊 是啊 你以為我在罵中國 在中國做得好我可以罵他啊 我怎麼不去罵美國 我怎麼不去說美國的隨機殺人事件 人家就是會處理嘛 人家就是知道怎麼處理嘛 我拿台灣的來比 你就會發現 看台中 無名 無名實體一大堆市長都不用負責 啊在高雄 淹水就是市長負責 在台北 如果外面有人連續殺人案發生 看他是用這個中國的標準 身後要抓去盤查 你不是莫名其妙嗎 我住基隆 他怎麼在講社會事件嘛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當你覺得這個人有顏色的時候 是你的鏡片有問題 不是我的人有問題 你自己戴了濾鏡 是你自己戴了濾鏡 不是我的皮膚發綠 你懂我的意思嗎 除非 有些人就是在硬講 白的講成藍的 藍的講成綠的 像以前很多人貼我小綠 那是他們自己眼鏡鏡片出的問題 還有一種就是黃國昌 他拿麗可白出來塗 麗可白它是那個藍白盒嘛 對啊 麗可白的顏色就是像這個 藍色跟白色 所以有的時候那個 黃國昌寫錯字 麗可白塗下去 出來的不知道是白的還是藍的 對我來講白藍都一樣 這個東西就是貼標籤 這是政治攻擊 這大家就很好分辨 對 可是當你在 我們是政治人物護工嘛 可是當你的朋友 那個就綠的 那個就是綠色電視台 那個民進黨 你自己沒有眼睛 你瞎了嗎 你自己沒有判斷能力嗎 這個西朗 每次都在講 我是小綠 我是領民進黨的錢 你是看到 我有跟什麼 賴清德潘芒安吃飯 是不是看鬼 莫名其妙 莫名其妙 好啦 總之 你要知道一件事 如果你看到的人有顏色 是你的鏡片的問題 嗯 那 你也要知道很多政治人物退下來 有一些什麼 以前綠營獨派的 然後突然有一天就在講中國好話 或者是藍營 什麼同派的 下來之後就做生意幹嘛的 也是跟大家混在一起 我自己都有陳情 是藍營的某間很有名的 蛙哥的董事長 要在我們那邊弄電廠 然後我就跟他 我還輔導他 說我們因為要藍美轉藍氣 然後公家的不能動 民營的先動 所以符合什麼 能源政策補助條例 怎麼樣 媒合 我還幫他弄一大堆東西 他見面第一句話就跟我講 他是國民黨的 結果多好笑你知道嗎 我這個誠心在幫他沒有要收錢 顏寬很說 要幫他弄到現在 一個制度 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 沒有沒有看過 沒關係 原因是什麼你知道嗎 原因是盧秀營在卡 不是顏寬人在卡 想知道哪一間對不對 我跟你講你也很難知道了 盧秀營不放行 那一間就是蓋不起來 因為他蓋起來 碳就可以減 我跟他講 你們現在在網 你們現在大部分聽到的 都是什麼增加燃氣減少燃煤 然後什麼 中火要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其實在2020的時候 我們就討論過備案 是有民營電廠這個東西 你當作老百姓都死人是不是 結果民營電廠真的要去蓋的時候 然後台中市政府不發建照 不給你通過 那邊刁難 那你覺得是誰的問題 總不會又是環保署的問題 騙人家在不知道 啊 啪哩啪哩講一大堆 好啦 其實我也沒有很討厭盧秀營 我只是 他在政治上的作為 對我來講 是我的立場的絕對對面 盧秀營其實他最厲害的就是 他要得罪你的時候 不會讓你知道是他